影子 比如大长金 比如来自星星的你 但是现在我们逆向输出 开始向韩国出售电视剧了 你骄傲吗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韩国会看上 谁是凶手这部剧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 分析了两个原因 第一 谁是凶手是悬疑剧 讲述了赵丽颖和董子健 寻找杀人凶手的纠葛 韩国人很喜欢看这种剧 第二就是赵丽颖的人格魅力 大家都认可 赵丽颖是国内顶尖的演技派 在韩国也有很多粉丝 要知道 韩国有不少中国人 比如留学生和做生意的 韩国电视台播放赵丽颖的剧 自然可以收获他们的关注 提升收视率 很多人觉得 谁是凶手刚开始很精彩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结尾不是很给力 于是有人怀疑 片方最后删减了结尾 所以大家都觉得 韩国播出的版本 或许会是无删减版 其实 谁是凶手没什么无删减版 胡杉拳绑架神宇 实施最后的犯罪 夏目赶到 却犯病了 这个设置非常完美 没有必要再改了 韩国这次购买的播出版权 应该和网络平台的是一样的 所以 大家还是散了吧 你还是有厨房人 你还是有厨房人 我相信 与你还是否购乱 你还是否购乱 你还是否购乱 你还是不购乱